这次江苏无锡这个事 这四个学生的密谋策划 然后一个宿舍一个宿舍的清茶干净 弄光了 下一宿舍敲门 哎呀再开了再弄干净 这个东西很可怕的 就是这个东西很可怕的 这已经不再是简单的那种相关的事情了 不是简单的相关事情了 最近国内灾难的事是比较多的 跟上半年相比 大家也发现到了 最显著的特点就是 很多事件都是恐怖事件 而不是冲动实施的 是有预谋实施的 这些事件还在不断的升级 就像最近江苏无锡这个学校的事件 珠海的那个事呢 还算是单人实施的恐怖主义袭击 珠海体育馆 但是无锡这个事呢 就是多人团伙有预谋的恐怖主义袭击 进入学校冒充公务 一个宿舍一个宿舍的敲门 敲开门以后 光 杀光 然后再进入下一个宿舍 再这样子 就像这样的事件呢 大家想想就 很恐怖 对这个事 中共封锁消息 变更死伤人数 很正常 因为咱们都知道 对于中共来讲 维稳必须这么做 在学校里 如果告诉大家 有几十人遇难 和在体育场车祸 有几十人遇难 带来的社会反响是完全不一样的 毕竟学校里面都是 孩子 所以这个就是趋势 而这个趋势呢 现在肯定是没有一个指的时候 这只是开始 为什么呢 因为更不好的景象 可能在下面要的12月或1月 会更多的发生 因为马上就要到年底了 中国人是有过年的习惯的 节嘛 元旦春节是节日 每年最隆重的事情之一 就是过节 过新年 但是我估计呢 一个多月以后的元旦和春节 对很多生活在极其艰辛的 2024年生活在极其艰辛环境下的 中国人来讲 应该是一个过不去的年了 这些人的心态 大概率会 因为社会上那种 红红火火的过年气氛 带来极大的反差压力 这种压力就会成为很多重大事件的隐患 我相信你也是人 咱们都会明白 就是我都这么惨了 你们凭什么都在那过年呀 对吧 所以只要生活在中共这个独裁的流氓 政党统治下的中国 这种景象 未来肯定会越来越多 而且很难避免 这是我在2024年年初 跟大家预言过的事情 就中国这种情况的发生 这两年的跟大家一起 也是预测了不少事 也跟大家讲了 建议大家要建立自己的独立思维能力 我觉得如果你听了我一年 聊天 坎大山直播 到现在你还不能建立起自己的独立思维能力 你对事情的领悟力 我就得画个问号了 但如果你都听了我两年的直播了 还没有独立思维能力 我觉得你就应该算挺愚钝的人了 当然如果你说从开始就听 听到现在 听了三年还没建立起自己匹配的 适合自己的独立思维能力 你应该是被中共洗脑洗得很彻底的那种人 你的思想中蕴含的中共的流毒太多了 一定要好好的去去除 真心话 如果不认真的对待这个事情 你未来的人生中会出现很多岌岌可危的事情 好吧 还有人问房价 现在房价在山顶上呢 未来的房价在现在的基础上 最起码要合理的情况下 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有人讲为什么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你看看北京的工人 非私营企业 不是非私营企业的这些员工 他的年化收益有多少 然后你发现当这个房子 降不到5000块钱一瓶的时候 现在北京的平均房价 一个人干一年不吃不喝 北京能买一瓶米 能买一瓶米 就是他只要不在非私营企业 就是他是民营企业干的 他一年不吃不喝 他攒的钱能在北京买一瓶米房价 你觉得现在房价是在山顶上在山底 你自己想 也就是干三十年到退休死了 他能买一分年不花 他能买三十平米的房子 你觉得现在房价是山顶还是山顶 所以还有人问我房价的问题 为什么房价呀 因为你没有收入 你没有消费就不会买 社会大众就到这种情况 谁会买 没有买你自己卖谁家 所以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降到三分之一以下 就是现在六万的房子 降到两万以下 可能一万可能八千 现在一万的房子 可能降到三千或者两千 就到这才有可能 按现在的收入不降的情况下 形成良性循环 如果收入也降了 那就保不齐了 如果收入也降了 那房价就还得降 就没办法 就因为大家就这么活着 所以2024年自己去想 2024年自己去想 就我们是不是 我说的这些东西 都是你们真的发现 2024年新的东西 以前大家没发现 2024年中共全都使出来了 如果你们发现我讲的是真实的 那我告诉大家 2025年中共会使更多的新花样 就中共会玩更多的新花样 但是它的出发点已经明白了 就是坑你们的钱 敲诈你们的钱 或者是借未来的钱 这就是它的主要手段 因为它不会 它其他什么招都不会 它除了这个还能干啥 对呀 大家想想还能干啥 所以有人开个玩笑说 为什么CPI这么降 发现大米现在没人吃了 降那么多 大米不是不仅仅吃了 是因为大米的大量供应 是在餐饮企业 而大量的餐饮企业倒闭 导致于大米出的问题 就大家都想想 中国的食品安全 中国现在的吃饭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收入中占比 都多庞大 都多庞大 你除了这个 还有什么其他消费能力吗 那更狠的是什么 就是我说的 就这么坑钱 你觉得2025年得有多少人活不下去 真的 得有多少人活不下去 得出多少事 大家自己去想 因为都有气 有人说为什么疯了 为什么去弄个东西 住个酒店 然后服务员都能出来搭起来 他压力大不大 大家自己去想 坐个地铁都能拿刀户筒 他们压力大不大 那现在这个压力 跟大家讲还不算大 2025年会更大 因为中共坑钱会坑的更狠 而且坑的是全社会大众财富 他活不下去 他不坑钱那没办法 对吧 怎么解这套 大家自己去想 怎么解这套 没办法 好吧 没办法 其他 不知道该说什么 今日危机来的银行危机大脑 现在银行 危机大脑壁 怎么看 其实现在银行 如果真正自由发展 就已经大量倒闭了 但是中共是独裁政府 他用法律手续来实施挤兑 你们知道有很多地方的 农村的合作信用社 或者村镇银行已经倒闭了 都出现了当地的挤兑 几百几千人 但是很快公安武警下去 就平息了 你们应该知道 这两个月都有 就是公安武警下去 先把人弄了以后 抓人头目共享 然后告诉他们老百姓怎么样 就是中国银行倒闭 可能跟西方还不太一样 不是独裁政府的时候 他就倒了 但是在中国 政府是能用国家的公权力 让他不会出事 对 不会出事 你想想犯查那个事 那么大的非法机制 全中国那么多人被骗 他都能动用公安的力量 把这事平息了 没有武警 都没上 所以中共现在银行倒闭 动的方式都不是市场方式 他是独裁政府 海南换血中心 好几个换血中心的 海南有好几个换血中心的 老干部每年去换血 不然怎么活的时间那么长 很正常 年轻的人的血 你们很多时候 年轻的时候献血 你都不知道那个献血 献到哪去了 老干部换血中心 和罗里导不就一样了 不一样 罗里导比换血 那个更厉害 但是你说中国的老干部 是不是也有泰盘干细胞 也有肾上腺素红 这俩都是从婴儿 肾上腺素红也是婴儿提炼的 泰盘干细胞是泰盘提炼的 肯定会 只是大家都不知道 因为中国每年失踪的人太多了 跟大家以前专门讲过 中国几个著名的专家 在柳叶刀和国际上杂志 都是终生封禁的 因为他们提交的这些器官移植力 讲不出移植来源 器官来源 大家想想 这都是中国最有名这个领域的专家 他为什么连他移植的器官的来源都讲不出来 咱们知道这个器官的移植特别严格 每一个器官从哪出来 我跟大家讲啊 不是器官 我当年啊 做上市做猪的上市公司 养猪的上市公司 你们有没有人知道猪全身都是宝 比如说这个脑血栓 有一个东西叫什么东西 是专门冲脑血栓的 这都是猪里面提炼的 猪身上每一只猪 他杀完了 他的心肝脾肺肾血管 全都会有特殊标记 也就是如果我们这个抗凝酸的药 在哪个医院使用 这一批次的药出问题 能一直要追溯到那只猪身上 是哪个猪上什么时候哪养的 他吃什么饲料 全都能追溯得了 这就是现在的技术 到猪都能这样 所以你们知道人他得到什么样的程度 就是人的这个追溯 所以怎么可能他做的这么多肝移植肾移植 心脏移植都找不到 都不能说清楚这些源从哪来的 也就只有一个 他所有的来源都不能说 不是不知道 是不能说 大家就都清楚了 所以我们现在看国外以及楼梨岛 觉得怎么样 中国的事情比楼梨岛要恐怖的多的多 换血 换器官 胎盘 身上线素红 肯定都用的 老领导一定全都用的 放心吧 他们的供应的质量 还是最棒的 中国每年有多少失踪人口去互联网查一下 好像是一百多万吧 好像是一百多万 中国每年失踪人口 你就知道了 中国呢 共产党给这个起了一个好听的词 叫走失 你怎么走失是啥概念呢 都是成年人 他怎么就能走失了呢 他走着走着就没了 消失在空气中了 2020年一百万 2020年一百万 走失人口 所以有人说什么拐卖什么了 拐卖那孩子不在了 你去哪了 自己想 走失一百万 现在就早就一百多了 一百多万的人都哪去了 一百多万是人呢 怎么就能走失了呢 消失在空气里了 所以自己咱们这个 中国共产党啊 真的恶魔 没办法 恶魔 对呀不签器官自动捐赠 就不升学不给毕业证 签了呢 但你啥时候死了就不知道了 保识好 俄乌会和谈吗 现在至少不会啊 你现在乌克兰多高兴啊 先玩命打 乌克兰不会给自己制造和谈机会的 乌克兰现在先玩命打了再说 既然远程武器能 禁忌能取消 莫斯科都能打 所以先打了再说 从泽连斯基来讲 一定不希望是能和谈的 周鸿一 我不知道该怎么评价他 周鸿一是人品很差的一个人 因为我原来跟雷军啊 跟当年那些很多做这个IT的人都很熟 有一年参加一个宴会 忘了什么 周鸿一那时候还是叫雅虎中国的CEO吧 好像是叫雅虎中国CEO 周鸿一那时候 啊 我第一次见的场景我从来没见过 啊 坐在前面 第一排椅子 周鸿一上台讲话 底下 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是雅虎中国 喊一二三 无数的矿泉水跟鸡蛋飞上来 就以前从来没见过这场景 我到今天一辈子第一次就见过一次唯一一次这种很神奇的场景 就是一堆矿泉水和鸡蛋来招呼周鸿一 而且不是少数最起码几十个 就说当年他的人品就很差的一个人 啊 后来好不好我就不知道了 接触的少 你们想吗 那是几十年前的事 那时候的丁磊 网易的丁磊 还是个小脱牙子 小黑点 小矮矮的 那时候见面 还笑笑笑那样的呢 去中国驻外领事馆或大使馆抗议 中共回国会被中共抓判刑吗 他抓不了你 他不能到大使馆那个圈以外去碰你 因为那是人家国家土地 听明白了吗 为什么曼城上回闹这个事那么大 后来那个大使就回国了 现在就无声了 我讲过那期 肯定就没戏了人 不管维护什么利益 你不能到大使馆以外的 大门以外去抓人 就是大使馆只有你的铁门以内 是你的国家领土 之外都是人家国家领土 中共在中国啊 人民共和国以外的任何土地上 都不具备执法权 抓人都只能是人家的警察来抓人 所以呢 你在那随便骂他 随便扔他 不可能被中共抓住和回国的 美国年年是 有年年是寺院的 美国年年是自愿的 美国年年从来不是强制的 不用那个什么 那你自己网上查一下 美国年年是自愿的 不是强制的 中国的年年是强制的 这俩是有本质区别的 自愿是你想去就去 不想去就不去 强制是什么概念 咱们都明白 怎么正确思考人生的意义 不留白威 活得每一天都有价值 让自己活得每一天都有相关的价值 西藏建成都养老中心 花费一地板 这用什么看呢 这不用去看政治行为吗 中共花钱都是政治目的 中共花钱不会是 跟那啥有关的 都是政治目的 加点多高 一米七三 这点我很骄傲 因为这个世界上研究 一米七四的男性 是平均寿命最长的 根据现在的 我们就科学研究 不管信不信吧 案例分析说 一米七四的人的男性 身高 是全世界寿命平均最长的 我一米七三 我特别高兴 我距离那个寿命最长的 只差一厘米 女性好像只有一米五八 好像是 大家可以去网上找一下这个数 感谢大家 又提到今天听我瞎嗶嗶 祝国内的朋友 睡得香 海外的朋友 心想事成